江門青年會11月6日在澳門江門同鄉會民康中心舉辦憲法與基本法講座 一眾法律、政界人士與居民共同探討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 以及實際生活中的應用 加強居民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認識 立法議員鄭安婷支持提到憲法的重要性是基本法的武法 同時呼籲與會者接種新冠疫苗 保護自己、強化社會整體防疫力 江門青年會會長下俊英表示 江門青年會一直以來重視培育澳門青年 積極開展外國外澳教育等工作 時次活動增進居民了解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加強青年對澳門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和認識 凝聚社會向心力共同建設繁榮安定的社會作貢獻 港座由馮建復及今次江擔任主港嘉賓 以實際例子向參會者介紹憲法的制度及其意義 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 立法議員羅采宴 江門同鄉會理事長劉嘉宇 向居民講述基本法的成功實踐 活動內容豐富 與會者反應熱烈 傑 答案 達